缅北局势混乱,正值昆明和谈展开之际,缅军在老街溃败,同盟军成为新主人。 这一场面,简直如同一幕惊心动魄的大戏,却也揭示了缅昂来如履薄冰的窘境,现在缅甸的战争已经到了尾声,缅昂来还能做什么?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。 老街外围的基站,南天门,米线沟两大据点成为存留的最后阵地,果敢同盟军挺进老街市区,击溃缅军主力和电炸兵团,缅军则在失守的老街采取了无差别空袭和炮击,将整个东城区化为一片废墟,四大家族遭殃。 白锁城的大别墅和苍盛科技园都被炸毁。 缅北联军的胜利使得白锁城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,然而,缅昂来的小聪明却在停火名义下私下调兵,最终在中国的斡旋之下被揭露,缅军在昆明河潭中败局尽险,只得厚着脸皮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次河潭上, 但缅军借停火之机却遭到同盟军的猛烈打击,摔了个大跟头。 眼下,第二次昆明河潭进入实质性阶段,同盟军若开军和德昂军要的是地盘和自治权,缅军陷入割地求和的窘境,消息称缅军最想保住穆捷市。 这里有90%的中缅贸易额,愿意放弃的只有南桑、曼通、布朗等地,这场地盘之争让缅北联军看得一清二楚。 然而,缅昂来的敌人并非缅北的地方武装,而是人民保卫军,昂山素季的民盟也在积极拉拢瓦邦,形势愈发复杂。 在这个危险的时刻,缅昂来急需通过河潭解决棘手问题,以便专心对付最大的敌人。 缅甸内战正如暗流涌动,缅昂来如履薄冰,稍有不慎,曾经苦心经营的大业将毁于一旦。 在这个背景下,第二次和谈的机会显得尤为珍贵。 对于缅昂来来说,和谈不仅是稳固权力基础的手段,更是保全个人利益的唯一途径,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,他必须要把握住这个机会,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筹码。 在网上,关于缅北战局和和谈的讨论愈发激烈,有网友指责米昂来的小聪明,认为他不过是个投机分子, 也有人对同盟军的胜利表示热烈祝贺,认为他们是为了民族解放而战,言论纷纷,情绪激动。 在我看来,昆明和谈下,缅北的权谋角力正悄然升温,同盟军力争地盘和自治权,缅军则在妥协中保全一些经济利益。 缅昂来的立场变得岌岌可危,他在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下岌岌可危,缅北的乱象远非表面那么简单,内幕才是真正让人揭不开的谜。 总的来说,缅北战事进入关键时刻,昆明和谈将决定该地区的未来格局,在这场复杂的权谋游戏中,缅昂来如履薄冰,而同盟军则渴望通过谈判实现更多的自治权,这是一个波掘云轨的局势,一场时局风云的背后,仍看到的是权谋的较量,是一个国家未来的抉择。 现在缅甸的战争已经到了尾声,缅昂来还能做什么? 老街附近的南天门和米线沟两个基地还在激烈地战斗着,与此同时,国敢联军也打到了老街市中心,打败了老巷的缅军大部队,以及白锁城领导的反政府武装,缅甸军队在失去的老街上展开了无差别的空中轰炸,缅甸军方奉行的是我不能得到就毁灭的原则, 所以老街东区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,白城的豪宅也幸运地被炸毁,苍圣科学园区也遭到了轰炸,四大世家彻底完蛋,缅甸军队被赶走,钢戈联盟重新掌控了这条街道,联军进行了一次最终的清理。 抓捕了四大世家的一群人,但是白锁城和他父亲却没有任何消息,他们跑到哪里去了,很大程度上都在敏昂来的掌控之中,身为缅甸军方支持的摇钱树,他对军方的许多机密都了如指掌,既然已经知道了老大的秘密,而且还没有将所有的财富都交出去,那就必须活下去。 最重要的是,敏昂来此时已经陷入了绝对的劣势,原因是,12月21日,在中国的调解下,缅军同国敢盟军,若开军,德昂军一起进行了会谈,在这段时间里,双方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。 原本是有几个国家从中斡旋,然后在12月末重新开始,可是敏昂来却用和平的借口把军队调走了,最后,我们都知道,缅军想要搞点小手段,但最终都被缅甸军队打得落花流水。 吃了这么大的亏,一事半会肯定是不行的,敏昂来只好硬着头皮,将自己的期望放在了下一轮的谈判上,要跟他们谈条件,总要有个条件,白索成正是其中一个,他现在被中国政府悬赏,在国敢联盟眼里,他就是最大的背叛者,一定要除掉,这也是敏昂来一直想要控制白索成的原因。 昆明和谈的第二轮也已经开始进行具体的磋商,国敢联盟军队,若开军队,德昂军队,他们需要领土,他们需要自治,缅甸兵败如山倒,不得不割让土地,以求和平。 有报道说,政府军更希望能守住木杰市,因为那里占据了中缅两国90%的贸易量,南桑,曼通,布朗等四个乡镇,除木杰外,其余的全部让出来,缅北军又不是傻子,他们很清楚这是一块肥肉。 米昂来最大的对手,从来不是当地的军队,而是他们的军队,最有可能撼动米昂来政权的,就是同样在极力争取瓦帮支持的苏基人民民主联盟。 如果双方联手,与缅北联盟联手,那米昂来必死无疑,因此,无论多么艰难的谈判,都必须要谈判,只有将这个难题给化解了,他们才能安心面对大敌。 素季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,一向是亲美的,米昂来则是俄罗斯的支持者,而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是,缅甸的民主联盟也是如此,缅甸的内乱,似乎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复杂。 这里面隐藏着很多的暗流,米昂来现在可谓是步步惊心,一个不好,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业就会被彻底摧毁。 第二个谈判的契机一定要抓住,这样一个65岁的老人,如何一招颠覆朝野,夺取国家大权,这背后必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米昂来,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老军人,却在权力的道路上步步为营,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成就,我们不得不佩服一个人潜心钻研权术,忠诚大器的伟大精神。 1956年,米昂来降生于缅甸一个平凡的军人世家,父亲的期望使他立志当官,为此进入仰光大学学习法律,开始他追求权力的第一步。 70年代,米昂来果断放弃法律事业。 选择进入缅甸联邦军事国防大学,他明白,想要在缅甸这个军人主导的国家崛起,必须先获得军权。 1977年,米昂来以优异成绩毕业,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,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,他很快晋升到重要岗位,开始介入国家大势。 2002年,米昂来任三角军区司令,面对强大的毒贩武装,他放下武器,选择怀柔政策,终于平定乱局,他看准形势,支禁支退,在权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 2007年,米昂来再次展现政治手腕,违背上级命令,拒绝对示威民众动武。 立下爱民形象,一个军人,懂得民心,这样的人必将大有作为。 2008年,米昂来掌控军队,推行武装一体化,将地方势力收编入中央,增强军方实力,他步步为营,终于坐上了国防军最高司令的宝座。 一个平平无奇的军人,如何在军队中脱颖而出,这源于米昂来超绝的权术,他深安全力的运行之道,懂得进可攻,退可守,时而横击,时而怀柔,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。 2010年,米昂来正式掌权,但他明白,想要真正稳固权力,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。 所以他暗中操作,扶持昂山素季上台,自己退居幕后。 一个军人有这样的远见,让人不得不佩服,米昂来不是单纯依靠武力,而是懂得运用民心来获取合法性,这种政治智慧令人惊叹。 然而好景不长,米昂来明白,权力从来就不是一次获得,永远要面临新的竞争对手。 2020年,昂山素季大选胜出,开始削弱军方势力,触及米昂来的利益。 我们不能简单批判一个人,而需要融入他的内心世界,去理解一个成功者的自我实现和奋斗历程,这将鼓舞我们每个平凡的人。 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写人生,掌控命运。 米昂来给我们上了人生的一课,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在65岁之年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,这来源于他对权力的理解和执着追求。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强大的力量,成功指在一念之间,这就是米昂来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。 米昂来给我们上了人生的一课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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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课。